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龙三十二年 十夜初三日 金门镇总兵杨延操咒 金门地方孤悬海外 盐多田少 残骨无几 乃地瓜已知名时 金岁立秋之后 以水沾足 地瓜有缩 四米平减 积民乐业 何将情形 公则皱纹 胡起皇上 瑞界 锦皱 弃国之后 既遗失了欢蜀 那天偶然在学校的亚洲读书馆 欢夜宫中党 世界在一则接一则 关于欢蜀的乾隆朝作则中停留 总兵和皇帝的官样文章 一走岛椅的身世 竟是欢蜀来欢蜀气的 独出的记忆 我又掉入了欢蜀岛乡 1949年 父亲追随十八斤 前身为综艺救国金的交通警察总队 退守金门时已进不后之连了 父亲原是金长高回员裴信的一支十六人游击队伍 准备遣回大陆从事敌后工作 出发前夕 来自胡连司令的主力没人成行 最后 以刘炮营中尉干事编入生产大队太队 下乡开垦 因为这段转折 以两度上夫的母亲结化为夫妻 陈系的母亲 前夫留下来的五千灾农地 从洞庭湖的一米之乡 来到长谷无几的弹丸岛地 轻一射闽南人的肌肉中 唯一外来的老鹅啊 入境问书 学讲闽南话 也学习种植过气未曾弄懂的作物 欢蜀 半生龙马 跋涉大江南北的父亲 这是多么陌生的开始 却因为在欢蜀田旁的砖赵龙舍 腋下的哥哥和我 种出了新一代的欢蜀心 两汉时代 忠言多顾 极有一观蓝渡仪式 历经千一年 还眼成竹 欢蜀的年代要比达的历史年轻喜多 其余不很久以前的明万历 有乡人落欢到了李宋 秘结欢蜀藤慢带回故里 欢蜀得名 农历事业插中蜀苗的最佳时节 将蜀藤切成二三结长 斜插入土 农历酒业即可大量缩成 作为三餐煮食或煮成饰料 供加醋食用 也可削皮切片晒干 制成地瓜签或脸层地瓜粉储存 三结藤 寸金属 黄江仔 鹰哥 鸟尖 白皮红心 红皮红心 从小我就学会了辨识形形色色的 欢蜀种类和荒原别名 寸心属者 种个一年 一株欢蜀个得十来公斤 黄江仔者 快大肉田 煮熟成金黄色车 香人一枝正种 白皮红心者 皮薄色红 红皮红心者 肉红而甜 下秋交接之际 父亲牛离欢蜀田 哥哥和我提着小斗笼 跟在后头 剪食着一块块欢滚而出的欢蜀堆积在田给一角 由母亲以楼框一单单挑回家 行走一欢蜀田 没有大块欢蜀冒出啊 安子龙 这点惊叹是从母亲身上一路的安子龙的兜寡 也成了平段烘瘦的标准 栽质欢蜀的过程 如意以水浸泡或流洋侵入咬石藤叶 那一年的说成就不容易撞见安子龙了 本来就会讨论吧 对 表 相当是与大部分的安子龙了 那么我们处理一下 我最后就会讨论的调查看 我们就会讨论的调查看 我们就会讨论的调查看